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统一证券总公司吕中达 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主题 是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的投资意涵 有三个指题 分别是短期台股投资判断 资产配置与投资方法论非常重要 以及如何以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 进行台股投资操作 那么先跟各位报告 这个阶段可能大家觉得恐慌或焦虑 先稳定下来困管情绪跟资金 那么我们在这个忠实表达的视频 也会陪同大家每周两个礼拜 来度过这个阶段的困难 然后也要提醒 因为现在已经有诈骗集团 用了我的姓名跟肖像权在行骗 那各位如果在这个通讯平台 不管是脸书或是Nine 有看到我的名字 那加入群组什么等等 我想要很小心 那不要轻易把这个财务给对方 务必防范 不要受骗上当 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提高警觉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子题 就是有关于台股短期的投资判断 先处理上个礼拜的美股 那么因为企业财报表现不如预期 联总会准备积极升息的硬派态度呢 引发了市场疑虑 因此22号美国四大指数都是重创 那道琼跌了将近1000点 这个位置是2020年10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是创了11个月的新低 那我们看了上个礼拜 这个美股的收尾来把焦点摆在礼拜一 25号台股来做详尽的解释 我想脉络就出来了 礼拜一的台北股市跟汇市是同步大跌 那当然主要是上个礼拜 美股的一个收盘是重创 自然就冲击到台股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它是去年10月19号以来的指数新低 那尾盘这个跌404点是创半年来新低 几乎主要类股都是走跌 无一信免 那台币呢也是相对比较不利的局面 所以这当中很清楚看到 外资的汇出它是牵动到台股跟台币 那4月以来台股已经下跌超过千点 台积电跌破550的关卡 国际跌破400的关卡 这都是电子的指标股 那么在去年引领风骚的货柜 航运即使它有获利不错 以及高现金股息值率的优势 股价也是重创 那显然就在这个阶段不管从电子到传产的指标股都有相当的压力 那观察量能而言最近几次的反弹量能都不足 而且高点越来越低 那投资朋友尤其要注意当跌破了今年低点之后 有没有进一步的停损卖压出容 这个会压抑台股的表现 还有新台并能否是指扁转升 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那外资今年以来都站在卖方 技术面是量增价跌 指数滑落到短期均线以下 现在不管是周线月线都是往下 显然台股这个是中期 需要一个时间的反复整理 那当然首要之物是先寻求指纹 那统一头顾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就是目前台股的短中期的均线 都是比较不利要审慎 那如果要布局以防疫 高子率概念跟通膨涨价概念为主 那我想大的方向从上周的美股到周一的台股 我们详尽解析之后 我们来对焦以下几个事情 首先是在宏观的议题上面 联准会要缩表升息把钱收回已经确定了 那这个是影响到目前台股最大的一个 这个纷扰的因子 那在这个前提底下 外资也自然就卖超雅股跟台股 回流到美国 那再过来是俄乌的战事 这个我们会再辟专题 看起来短期不会落幕 会打上一段比较久的时间 它的压力就会造成通膨升温 那疫情又走到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碑 还有一个中国大陆中共中央的清零政策 很可能会推迟全球景气的复苏 那在刚刚这几个议题下 我们就有一个心理的调整 过去随便买随便涨随便赚的荣景就过去了 那选股上要讲究 强弱势要分清楚 才能够在接下来的循环里面胜出 那我建议投资朋友要想通以下事件事 我念两次 那联准会到底会升息几码 联准会到底会升息几码 台股大盘的位置在哪里 台股大盘的位置在哪里 台积电股价的位置在哪里 台积电股价的位置在哪里 最后对通盆的定调 通盆很快收敛已经到高峰 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 通盆的定调很快收敛已经到了高峰 还是会持续一段比较久的时间 这四件事情太重要了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总体形势 货币政策 还有对台股大盘跟指标股的一个判断 做了一个梳理之后 才能够决定自己的风险管控 跟在多空上面的一个定调 那往前看预先思考后续的操作方法如何 因为你心里有方法真的盘势发生的时候 你才知道怎么应变 那长线跟短线也要分清楚 长线就是如果你确定你的股票 它的趋势不变 在你资金没有困难的时候 千万不要在这一波低点你就去砍掉 这是一个典型情绪的卖出 对个人是不利的 但是这个短线的话 那就要好好想想 大盘转弱 那议题很多牵扰 变数太大 那建立不管您赚或赔 都要先把部位减码 通常是急跌之后会有急弹 但股票的强弱还是影响后续的操作 我们会建议各用月线定多空 我们把月线分成以下几个情境来做报告 那如果你的股票已经跌破月线 趁反弹要先减码或停损 借此来调整持股的水位 一则是留则听三债 二则是你比较能够维持你的生活 不要造成情绪上太大的压力 那如果已经跌破了月线 可以再观望个两三天 假设站不回月线 它就是弱势确认 那你要减码 再来一种情境是股价三天左右占回月线 或者这一波根本没有跌破月线 那是相对强势股 代表是有资金在流入 可以考虑你的风险承担的意愿跟能力 来续报或是适度的获利了结 接着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子题 是资产配置跟投资方法论 非常重要 决定投资盈亏的不是时机的选择 也不是买卖标的的判断 而是一开始我们所做的资产配置 在股票债券现金各占多少的部位 在美国长年的大型退休金调查发现 一个投资的盈亏 它有九十几% 是来自于你一开始阶段所做的资产配置 至于投资方法论 我们的建议是 现阶段因为议题太牵扰 变数太多 其实不太容易看得精确清楚 那么只能用一套方法论来面对 诡决的凡事 那方法认怎么建议呢 我们之前谈到就是买低不买高 买黑不买红 分批进出 停损停利 另外非常重要 进场前要想退场机制 我们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进了怎么赚钱 但是永远要去思考 万利不如预期 我们要如何退场 这很重要 那现阶段统一证券是大财管 是金融百货 或许大家也不是一定要布局台股或美股基金 可能可以考量美元保单 为什么 因为呢 除了原来的风险性资产 股债会式的布局之外 建立把部分的资金投入美元保单 因为联准会已经结束 自2009年2月以来 维持13年的极度宽松 未来加速紧缩货币所营造的利差优势 以及担忧新冠疫情延烧 和地缘政治紧张冲击经济的避险需求 都会使得国际热钱相继流向美元 那预期未来美元 预小不易 建高不是高 那持有美元保单 可以同时掌握利差跟汇差 又可以停泊锁定 过去几年股市大多头的获利成果 我们觉得能见度是比较高的工具 那统一证券有统一保代 各位朋友如果认同这个理念 可以跟我们的营业归台同仁来掐商 做好在这阶段 保全资产跟趋吉避凶 接着我们针对第三个议题 就是如何用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来进行投资操作 这是第一段 我们后面还会针对这个殖利率的变化 怎么联动到货币政策 跟总体经济的判断 那我想各位比较在乎的是投资操作 我们先摆到前面来谈 好 台积电在2020年元月底 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它那个收盘价是320块 那当时的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是在0.4% 那后来台积电为指标股 把台股从8500多点 拉到12000将近两三千点的涨幅 那一段时期的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大概在0.6%不到1% 那么去年元月初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占上1% 各位我们现在事隔两年多来回溯 当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在0.4%到0.9% 应该就是台积电大领大盘 灌上面几千点指数涨幅 最黄金的一个时间 但从去年的元月到这里 台积电几次跌宕起伏 我们发现都跟这个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再往上走是有高度的联动 当到上礼拜他这个指标已经B03% 就看到盘面上外资还在持续卖超 以台积电为首的电子全职股 为什么 我们之前已经屡次提醒 今天再用一个严谨的方法来说 就是你台积有再好的基本面 再漂亮的营收 你法说公布的数字都很好 但是呢外资他想的并不是这个 他想的是机会成本 他想的是筹码面 当你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是0.4到1% 你稳拿的不到1% 台积电平均的股利率在前面有1.6% 外资就大举来买台积电 台积电就带领台股往上 2000点3000点 但是当你这个美债殖利 到最新已经B03%的时候 台积电的平均殖利不到2% 那你再好的一个条件 我因为在美国十年期的政府公债 我可以多拿一个百分点以上 我考量筹码跟机会成本 我自然就砍杀了台积电 回流美国去买十年期的政府公债 我想就是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这个指标其实是在这个阶段 如果各位在看台股的指数 还是电子股 特别是问台积电股价到底怎么回事 它是一个重中之重 它是一个你最需要去盯的一个指标 为什么 因为美债殖利率是无风险利率 就是你没有任何风险承担 你一定拿得到 美债殖利率是全球资产定价之锚 有50兆美元的资金部位 是以这个为一个坐标来做操作 美债殖利率也是美国的消费性贷款 跟房屋贷款的基准点 这个几乎是所有在反映总体经济 跟货币政策里面最最重要 最为敏感的一个指标 那我自己在外资前后服务11年 我这几次一直在跟各位谈这个指标 就是我发现我当时接触了80几位经营人 这些来自于世界各国的优效超盘售 他们可以讲很多的讯息跟指标 可他永远只要跟你交流 都在讲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 所以显然这是外资圈 在操作亚股跟台股最重要的判断 在这边先就投资操作的意涵提出来 后面呢我们要来用专题谈 为什么美国这么多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我们是锁定10年期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 对总经跟通膨 它是怎么联动 第三个 在这个条件底下 美国联总货币政策 又如何来考量美债殖利率 我们今天先锁定投资操作 后续的专题就比较偏总体的情势 经由几次的频道的内容 我们期待陪同各位投资朋友 把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弄通弄懂 那大家以后再操作台股的指数 特别是电子的全值 台积电等等 就有一个比较清晰明朗的地图 好的 我们在这里结束今天这个主题 如果各位觉得我们内容不错 有助于判断分操作 尽请帮我们多加推广 按赞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也祝福大家 我自己才顺心